接着给大家聊一个标比秀 今年算是比较火的一条街 Fairways Street 刚上市的这套5号Fairways 这条街凭借着过去12个月的两个赛 一个R24号Fairways 1480 紧接着就跟了一个需要重新装修的 后眼朝北的10号Fairways 1520之后 把整个街的价格提高了一个台阶 那这套呢 可能是今年能给整个Fairways 画个句号或订个调的一套房子 基本具备了前两套房子的一些优秀属性 这套房子买了本来是他们准备一直住下去的 后来家庭内部有些问题 然后现在拿出来卖 可以明显看出很多细节 做的还是相当讲究的 从设计师Tony Freeman 包括室内设计师Cameron Kimber 和Pepper Botanic Design 到建筑团队Sandy Construction 在Mossman Northern Beaches 还有东区 都是做了不少 大家可能熟知的作品的 所以团队来说 这套房是有过之而不及 这房子上一手是21年3月份买的 也就是上一波涨服务刚起事的时候 当时我记得都觉得能买到1000以上 结果最后926成交的 那你这么算下来的话 装修据说花了三四百 就按300的低的来说的话 它的成本再加印花税什么的 和它现在指导价并没有差太多 但是大部分那时候的房子买了到现在都基本小贩一倍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个房子的现在价格还行 当然了 指导价只是指导价 最后能冲掉多少 现在真的不好说 毕竟六七百平在标必有这些地势比较高的街 然后又拎包入住 又户型很整齐的房子 还是不多的 房子主要的改造 其实楼下不多 如果你看21年和现在图的话 它楼下只是把这Home Office Walking Pantry改成了一个Potless Pantry和一个酒窖 主要的改动在楼上 那楼上这边是把后边这块阳台整个给阔出去了 这样从比较紧凑的一个四房三位变成了一个五房四位 楼上的主卧也够大 布包含柜子也有个20平 比起之前的R24和10号呢 可能最大一个优点就是主卧 其实还有一个不错的City View 那这个到了晚上的话 应该还蛮漂亮的 然后一个比较主流的Dressing Room 再往里走一特圈套的Must on Suite的配置 五个卧室四个带阳台的 每个房间面积也足够 最小的都有167平 从实用性各方面也都考虑到了 觉得这个整体设计能披下来还是非常不错的 应该是赶在了FSR改变之前搞定的 所以整体来说一进这房子还是蛮舒服的 而且实际质量可能比照片感觉好一些 你要是说硬掰点缺点的话 可能就是车库是分离的 然后一进门也先上个小楼梯 但我觉得在这附近这两年的房市 已经是一个非常稀缺的方圆了 只要前面这楼梯过去了之后 整个里边的户型是非常标志的 一进门右手边一个厅 加一个Home Office Home Office也可以改成第六个房间 或儿童房或电影院都行 万一以后需要父母住在楼下 或有阿姨或客人的话 其实那个Cold Room完全可以改成一个Shower 那楼下左边这Petal Room也很轻松 可以逮成带淋浴的洗手间 这样右边有一个非常大的波室 后边整个厅到后面的Grath Pool Barbecue Area是平的 咱们一直强调的标志户型 Butler's Pantry和Laundry也是二合一做的很大 很符合现在的需求 然后厨房打开一看也是Sub Zero的Fridge 总结下来呢就是户型很标志很主流 并且在设计方面和施工方面也没有偷懒 我估计大概率这个房子会进入拍满 之后的话后边几条街 Rossland Rivers 我估计明年的房子也会根据这套房子去参考 相信这套房子会受到孩子在Scots的年轻家庭的追捧 我们拭目以待吧 这套房子最后能卖到多少钱 Rossland Rivers